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游乐场 今时今日和香港新一代的小朋友 甚至年轻人讲香港的游乐场 都应该会是迪士尼和海洋公园 但其实昔日的香港 都曾经有过不同的游乐场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在丽丸和启德的游乐场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 我们先讲讲丽丸 丽丸游乐场是位于荔枝国九华京 即是现市 麗恩苑 华丽邨 以及迎辉台的位置 它其实还有前身的 前身就是1947年开始 营运的荔枝国酒店 或者叫做荔枝国游泳场 后来改建后就叫做荔枝国游乐场 在1948年5月21日开业 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游乐场 丽丸开业之初 荔枝国湾仍然是一个海湾 从一些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知 丽丸围处于一个海湾的北岸 附近有不少泳棚 所以丽丸都会提供 更衣室被泳客换衣 寄存衣物和冲身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寄存行李这部分 都曾经被人闹过 原因就是 泳场一带的海面 水流都很急下 当时有缺乏浮台 浮足 和救生艇这类型的救生设备 结果发生了很多宗泳客预历事件 结果被人批评他管理不周 忽视了泳客的安全 除了泳棚之外 还有得爬下艇 是当年香港其中一个 很受情侣欢迎的 拍拖胜地 1940年代尾 去到60年代初 这个游乐场 都是叫做荔枝园 除了一些服务泳客的设施之外 亦都有动物园和粤剧表演场地 同时都举办了水龙游艺会 包括露天跳舞 和全港中西团体水球比赛 去到1960年代下半页 这里还有慶祝圣诞节 和中秋节的活动 而随即更加有化妆舞会 用来迎接新的一年 费用了大概是3元茶费 而大餐就10元了 有只在1961年上仁尤德庚 投入了荔圆之后 就改了名叫做荔圆游乐花园 起初成人非是6毫 同年4月的儿童节 扩大规模 由4月1日 到9日 所有机动游戏 一律半假 而去到4月4日 儿童节当日 入场的小朋友更加可以 随入场卷 赠饮何效可乐一支 荔圆当时有7大剧场 不少天王巨星都曾经在荔圆演出 甚至服务过 包括在1958年 七少福的成员 红金堡 成龙 和袁彪等等 都在这个地方做过表演 而在1964年 罗文更加在这里做过3个月的售票员 而在1967年的时候 当时只有4岁的梅艳芳 和姐姐梅外芳 都在荔圆唱过歌 我见其实很多天王巨星 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不少的足跡 除此之外 一些商业机构 都喜欢在荔圆搞宣传活动 例如美国 尤利香烟俱乐部的 尤利之友 就曾经在荔圆举办过联欢会 还请了电影明星 吕琪 罗兰 和郑军练 做抽掌嘉宾 1969年 荔圆都做了一些慈善活动 就是在油麻地 民政署 和社会福利署的推动之下 免费招待协康会的38名 残疾二童 去到荔圆游玩 尤德根更加和小孩一起 一起坐木马 而因为他和泳铒 是一起营运的 所以曾经出现过 三张泳铒的飞尾 就可以换到一张价值6毫子的 泥远入场券 所以这样 都吸引了很多很多游客 游泳游泳 除了香烟 很多人都熟悉的 绿箭香烤膠 更加长期是 订阅专仔 摊位里面 几十年来 其中一样的 奖品 亦是很多人 都换到回家的 一样奖品 当时泥远都刺立了 本地第1个 私营动物鱼 面积大约10万平方尺 用力养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 包括了 熊猫 狸猴 山羊 引导虎 羊子岳 内良鹿 水鸟 猴子 黑豹 秃鹰 绿孔掌 美咒市 雙峰骆 和长颈鹿 1964年 动物园还曾展示了 在茶果嶺海面捉到的一只千年大龟 叫做隔背海龟 大约从1000斤左右 拥有者将它制成了标本 借给丽苑做展览 用来吸引不同的游客入场 丽苑亦曾经发生过动物逃脱事件 例如在1969年 有一只大猩猩逃出了铁龙 爬上了水上母厅 期间有一个女管理员 接近它的时候 被它咬伤了手部 最后要几名大汉用了一个钟 才可以合力将它布获 当年因为环境和技术问题 基本上这游客 靠稀微都已经知道 动物在哪里 同时也因为 海洋公园在1977年才开业 大人和小朋友要看动物 丽苑仍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上一代人的集体回忆里面 最重要的记忆 当然是振元之宝 大将Tino 每个小朋友来到丽苑 都会用香蕉和水果 去喂Tino Tino是独立圈样的 外面装有大约1米高的围栏 中间有水溝 Tino会站在水溝前 隔着围栏 伸长个鼻 温柔地勾走小朋友手上的香蕉 和水果 Tino很喜欢勾香蕉 多过喜欢水果 中间勾小朋友手上的 多过中间勾大人手上的食物 不要以为Tino外貌 很温顺 和很安静 其实他也有脾气 很贪玩的 有时他也会整股一下 喂饿他吃的游客 后来Tino因为关得太久了 慢慢失去了生气 Tino原本是1952年 随着沈尚福马戏团 来到香港表演的 一只普通缅甸大象 后来他就长住在黎苑 成为了黎苑居住时的最长的动物 亦都成为了很多香港人的老朋友 甚至乎叫做集体回忆 1989年2月 Tino因为急性肺炎 而被人道毁灭 令不少香港人 非常之不开心 动物园期后 在泰国引入了两只大象 分别叫做联宝 和奥安 用来做展出的 希望用来补偿 失去了Tino的遗憾 可惜了 黎苑动物园 最终在1993年7月关闭 大约100只动物 全部被转送到 刚刚落成的 深圳市野生动物园 继续致养 1965年 汽德游乐场开幕的时候 黎苑为了要应付可能带来的生意影响 决定投资300万 将设备翻身 和扩充原地 根据报导 当时场主 希望用东方之迪士尼多元 为目标 发展新的计划 向日本 购买 蓝车 造价大约100万 但未知是否政府微批出牌照 结果没有预期落成 另外 还有一些叫做月球火箭 飞机 赛车机动游戏 造价达到100万 另外又加设了供电式的 竞赛馆 建筑费达到25万 例如总面积 扩大到160万平方尺 当时场内机动游戏非常充足 包括摩天轮 蓬蓬车 旋转木马 虾虾镜 订阶转 会发出叮叮声的摇摇船 咖啡杯 小飞杖 八爪鱼 过山飞龙 就是飞过山飞车 恐龙屋 鬼屋 等等 更加曾经拥有香港唯一一个 真雪流冰场 和门眼飞刀表演场地 等等 当时 订阶转换六战香后膠 是不少旅游人士 指定的动作 1973年原来建成了第一个人工港雪设施 飘雪乐园 被香港人初上 落雪的滋味 1970年代 香港治安不是那么理想 在黎院接连发生了很多宗不同的案件 1972年 黎院当时 撤有厌务表演 一名厌务者涉嫌汇蝕行为被传召到法庭 厌务表演亦因此被批评有违风化 最后就被取消了 原来亦曾经发生多宗失恕 发现手枪 警匪枪截 无端起火 以及疑痛怀疑被拐大 这些案件 然而对黎院经营打击最大的 当然是 海洋公园在1977年开幕所带来的激烈竞争 令到黎院入场人数下跌 因此 黎院董事局曾经作出不少变革 其中最受注目的 就是在1979年建成 以中国各朝代为主题的公园 宋城 该公园 更加成为了 《黎的电视》后来叫做《亚洲电视》 的古装剧专用报警 在第二年又推出了 一元镜头拍卖广场 拍卖的物品包括小电器玩具 烟酒 茶榴莲卷 这样其实都成功挽回了不少顾客 1981年 黎院再斥之 由海外买了很多新奇的机动游戏 直到1980年代初 《亚洲电视》 经常在黎院举行宣传活动 邮德根同时都是亚市的主席 经常带领演员是黎院玩的 用来凌造声势 可惜了 黎院的机动游戏之后接连发生意外 例如游客由过山车被拋了出来 堕地 咖啡杯杯 杯底脱落等等 又发生了动物园的美洲司逃出笼外 抓伤了管理员这些事件 幸运的是 没有人死亡 但是令到黎院玩乐气氛 受到负面影响 再者1989年 爱护动物协会提交了一份 长达26日报告 促请黎院管理当局 改善动物园的环境 令一项以动物园为 骄傲的园方感到不少压力 在德游乐场 在1982年倒闭之后 黎院的生意 没有明显地改善 因为当时的海洋公园 已经成为了港人的新宠 加上政府有意 收回黎院的土地作为住宅发展 同年8月 由于年日暴雨 黎院对出发生了严重的水浸 背后的九华径村 更加发生了山泥倾舍 酿成了三死一失踪 和南英被活脉的惨剧 另外因应 例子角湾填海 黎院的海滩根基室 更加在1985年正式关闭 政府亦因应发展美肤新村 而在黎院对出 开设停车场 令到黎院坐拥的美景 基本上都没有了 1989年 远东实业有限公司主席 优德根在年报中表示 黎院前一年的业务 继续下跌 因为设施陈旧 动物照顾不善 维修成本很高 市民的新鲜感不足 对比起1963年 由三百余万人次入场 当年只有83.6万人 虽然同一集团的保励工 和宋城业务仍能带来利益 但黎院的单独账行 仍然亏损 主要原因是竞争激烈 这份报告隐含着 日后结束營运的伏仙 1997年3月31日 黎院和宋城一同结业 结业的时候 入场费成人大约10元 小童就搬家 结果在最后一星期 总共有5000人次入场 结业当晚更加吸引了 超过3万人前来送别 有刻每人均可以获得 一套闪卡以作留念 黎院是当年香港最重要的 又是由商人经营的游乐场 当年黎院提供给游客的娱乐 是非常具前瞻性的 既有教育性的体验 例如天牢和各行动物的展出 使游客有亲身接触到动物的机会 娱乐体验方面 鬼屋大概就是除了当年 虎泡别墅之外的新娱乐 还未计歌声唱歌 其他娱乐设施 简直是集中了当年大部分香港人 喜爱的娱乐于一身 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市民的需要 是港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 刚才我们说了其中一个 昔日的游乐场 黎院 当中都隐约的出现过 启德游乐场这个名字 跟着我们就来看启德游乐场 又究竟是什么的回事 启德游乐场是由六十年代 新界乡身 何传耀等人组成的 赛团斥之八百万建成的 1965年1月31日正式开幕 当时成人票价是6号 小孩就本价 当时启德游乐场的面积 也不算很大 只有30万平方尺 相当于四个标准的足球场 院内设有40多种游乐设施 包括当时全香港最大的摩天伦 围绕乐园行走的高架单轨列车 号称是香港第一部过山车 还有碰碰车 咖啡杯 旋转木马 飞行桥 小汽船 还有鬼屋 等等这些机动游戏 成为了当年一家大小 和情侣的假日好去处 当时60年代 香港工业起飞 经济上约 新浦江作为本江其中一个 主要的工业区 印漏预兆 食股 摊贩 等等的经济活动 亦都迎运而生 工业化造就了大众娱乐的兴起 工人生活条件 得到了改善 工与亦都舍得消费 契德游乐场正正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 诞争而成 而契德游乐场里面 不单止有机动和摊位游戏 更加设有四个戏院 分别是真部戏院 契德戏院 多部戏院 和鑽石戏院 更终会播放免费的电影 吸引人流 另外设有两个舞台 提供粤剧和歌唱表演 著名的歌星包括 毛燕坊 徐少峰 雲光 和铝山 等等 都在这个地方 獻唱过 不过 契德游乐场 始终面积比较小 设备都比不上离院 其他就是 游乐场位置于工业区 游客 得一边玩 一边忍受着工厂的 肺气 自然会影响到生意 加上海洋公园 在1977年开幕 抢去了不少客源 另外也有指 当年港英政府 向契德游乐场 索取过高的地租 最终 契德游乐场 不敌竞争 在1982年4月结业 或者你会觉得 用动物来做生招牌 很不人道 同时 当年所谓的机动游戏 都很危险 但你又不要理 这两个乐园 在海洋公园开幕之前 一直都是香港市民的 假日好去处 地方小小 但同时可以招呼大人 和小朋友 而他们 都有了很多 不同的回忆 给香港人 如果不是 因为前排都不会有商人 决定斥肢 在天马海滨一带 用一个短期租药的方式 重延来远 以上就是 当时香港 比较出名的 两个游乐场 不知道 你又有没有去过呢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